我来填坑啦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 我四月的这个尝试BM4的视频 你们有说过 之后会出翻车视频 记得来看 虽迟但到 我来了 第一个镇之山 实不相瞒 这件我其实还尝试了 只扣最上面一个扣子 只扣中间几粒 和全扣起来 只扣最上面一粒呢 嗯 为啥就是跟想象的不一样呢 我来回看了二十多遍才参悟到 这也许大概可能是因为 我长得没他好看 我的头太大 用白弯特效缩放一个看看 唉 试试只扣中间几粒的吧 等等 为什么他没有自己飘起来 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想象中应该是会这样 不经意间露出一样身险的身材很好 可现实是 我只能这样用手扒拉开 想要这种感觉的都撤了吧 除非你随身带个吹风机 或者找个台风填出去 再试试全扣起来呢 毫无悬念 我就是个桶 一桶直桶垃圾桶 下一位选手 格文库 这么经典的遍风元素 我怎么会错过呢 但是按照网上的穿法 真的太太太闲推断了 身高166的我 看上去身高最多150 没有说身高150不好的意思 这回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推断 哎等等等等 这话不该那样讲 应该这样讲 因为这裤子太长了 哎 是裤子的错 怎么能是我的错呢 真的是 人家裤脚是在脚踝上面的 我这裤脚完美的 把脚踝遮住的同时 还完美的把脚给露出来了 各位我真实宣布 发现了这个世界上 最嫌推断的裤脚长度 看出来了 又谁啊 要跟你办个奖吗 这个都不难解决 像他这样裤脚卷一卷就好多了 给你们看看两边的对比 裤脚卷一卷 裤盖还是我 下一套 吊带连衣裙加珍珠外套 其实吧 我觉得吧 不难看 入选翻车的理由呢 是因为不实用 这两件完全不是一个季节的 这件珍珠外套太厚 而吊带连衣裙又太薄 背后还镂空 我穿着的时候 上半身一直狂出汗的同时 下半身还有点动腿 简直或受罪 我自己是绝对不会把这两件 搭在一起穿出门的 虽然很好看 我宣布 这身直接入选 今年最不实用 穿搭第一名 下一个 这身啊 真的都怪你们 都怪你们一直夸我 夸得我对自己的颜值 都没有了清醒的认识 连这种奇奇怪怪的都敢识 电脑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现在还好看吗 哈喽 回答我呀 我也不知道 我是什么神经病人出来的 就真的体会到了 颜值跟身材的双重打击 是我犯贱 我为什么要模仿他呢 唉 你们能感受到 我认真做视频的心就好了 笔心 这期结束啦 给大家规避了这么多雷区 我真的很开心 下期见啦 拜拜